在今年上海电影节成龙动作电影周上,成龙除了庆祝成家班40周年,特地从全球各地找回当年七小福,所有成员近百人,共聚一堂,包括观众,最熟悉的红金宝,袁彪,袁华,袁秋,袁宾,袁奎,袁德等。 成龙还特制纪录片现场播放,袁德诗,兄弟们激动了撒舞台,台下观众更是全体起立鼓掌致敬大师兄红金尔说成龙的长家班40年,可是七小福却已经有58年历史,比赛场很多人还要老,还可以渐渐康康相见,真是很不容易。 七小福,感慨指数,七小福由来源于于湛林在一次京剧表演中选了袁龙,洪金宝当时的一名,袁楼,成龙当时的一名,袁彪,袁奎,袁华,袁武,袁泰七人担任七小福的主角,后来因为演出非常成功,于湛林于致及此组成七小福戏班,让徒弟增加演出经验。 七小福成员共有十几人,除上述七人脉上有袁秋,唯一的女成员袁庆,即袁和平,袁德,袁俊,后改名为吴远俊,袁宾,袁宾,袁宅,袁宝都曾是其中之一。 七小福可算是当今华人世界娱乐圈自立最老,至今感情没戏也最好的团体,或组合,我们绝对华语娱乐的第一天团。 除了七小福之外,还有哪些经典团体让人感慨不已,又有哪些团体让人唏嘘万分的呢? 无限无虎将唏嘘指数 无限无虎将由邵义府,在1983年亲自起名,由黄日华、刘德华、苗乔伟、梁朝伟、汤振业组成。 当年无限的台庆晚会上,由五人共同演一个节目,无虎将由此产生。 当年大虎苗乔伟是25岁,汤振业小,他三个月,黄日华、刘德华22岁,梁朝伟只有21岁。 后来无限无虎准,被集体跳槽进军影坛。 无限高层得知无虎要集体跳槽采取各个吉普,谈合约的战略案例分化无虎。 一名无限监制透露,由于那时的梁朝伟行事保守,低调并需要刻工作养家。 所以无限高层决心从梁朝伟下手,最后梁朝伟在威逼利诱下。 先行跟无限续约,梁朝伟被突破后,无虎阵影因此瓦解。 但刘德华还是不肯去付签约,结果到的无限曲藏400篇。 1991年,无虎合作了唯一的一部电影,无虎降之决裂。 从此再无全体合作的机会。2007年,刘德华投资的兄弟之生死同盟也只聚齐了四虎。 只缺梁朝伟温纳五虎,感慨指数。 温纳乐队是香港殿堂级乐队由谭永林、钟振涛、彭建新、叶志强、陈友五名成员组成。 合称温纳五虎。 1968年,谭永林与陈友、彭建新、叶志强、陈百祥等组成。 乐队这是温纳乐队的前身。 1970年,参加香港业余歌唱大赛,获得冠军奖。 1971年,谭永林去新加坡读书,陈百祥去中东做生意。 乐队宣告解散。 1973年,温纳乐队正式成立。 乐队的成员包括主音歌手谭永林、主音歌手及吉他手中振淘、吉他手彭建新、低音吉他手叶志强、鼓手陈友。 1978年,温纳乐队宣布解散。 乐队成员各自发展。 按相约,每五年再聚一次,发行一张唱片。 这个约定一直坚守至今儿五人的感情也一直不变。 1988年,温纳乐队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竞争奖。 歌曲千载不变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1993年,在香港鸿勘体育馆举办温纳20周年演唱会全体乐队成员。 还参演了喜剧电影广东五虎之扁拳无敌孙中山四大天王。 唏嘘指数。 香港四大天王是指20世纪90年代四位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分别是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及黎明。 1990年代初随著谈章争霸结束。 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七一张学友、刘德华等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展露头角。 香港乐坛迎来了新时代。 1990年黎明的火速、走红和刘德华同属偶像派成为最大竞争对手。 两人曾被封为双子星加上实力派张学友、被合称乐坛三剑客。 随后1991年,郭富城抱红台湾重回香港加上东方日报一篇打游施的效应。 香港演唱会支付张妙容另一说法为方一华,将四位当时最受欢迎的男流行歌手统称为四大天王。 并得到市民广泛喜爱。 一直沿用至今四人都多起发展,但互相竞争最多的地方还是在音乐上。 四人几乎垄断了1990年代,香港乐坛所有奖项。 四大天王几乎代表了香港乐坛全部的辉煌。 无限进歌金曲90年代,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刘德华拿了五届,黎明二届,郭富城二届,张学友一届全部罢完。 1999年底,张学友和黎明宣布退出香港音乐颁奖。 宣告着四大天王音乐时代的结束,而他们的影响永远都在。 虽然他们也一直是独立的个体,但呼唤他们合体表演的声音一直不断。 只可惜除了前几年香港回归晚会等级别的场合,他们同时出场的机会,多年未见。 Beyond乐队,唏嘘指数。 Beyond,香港最著名的殿堂级摇滚乐队,主要由黄家居、黄怪中、黄家墙、叶世荣组成。 1983年,黄家居与叶世荣结实,并结为好友,两人发掘彼此音乐理念一致。 于是和组乐队,主音吉他邓伟谦把乐队命名为Beyond。 此时Beyond由四名成员组成,分别是主唱间节奏吉他手黄家居、主音吉他手邓伟谦被撕首。 李荣潮以及鼓手叶世荣年底邓伟谦、李荣潮相继离开之后王欧文、黄家墙加入。 1984年,主帮欧文离开之后陈世荣加入。 1985年,陈世荣离开之后黄怪中加入并担任乐队的主音吉他手。 这时候才形成最后的经典阵容。 主唱间节奏吉他手黄家居、鼓手叶世荣主音吉他手黄怪中被撕首黄家墙。 1992年Beyond赴日本发展演艺事业。 1993年发行粤语专辑乐与怒专辑歌曲《海阔天空》获得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6月30日,乐队灵魂皇家居去世Beyond以三名成员的组合形式继续发展。 1999年Beyond宣布暂时解散。 2002年获得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金,取迎戏荣誉大奖。 2003年Beyond正式付出歌坛。 2005年举行Beyond The Story Live。 2005世界巡回告别演唱会同年正式解散。 2008年6月10日为纪念皇家居名单。 黄家强特别在香港会长中心举行别来家居是五载海阔天空音乐会。 音乐会最后Beyond三子压轴演唱海阔天空。 这是乐队解散后三人的首度同台演出。 最热让人唏嘘的是Beyond解散之后,三子不仅很少在合作, 而且互相间还发生了很多矛盾争端。 作为在国内歌迷最多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歌曲影响了七十。